如何在不同的券商之间 转移全部资产 或者是转移部分资产 包括现金 股票 债券 也可以只转移部分股票 甚至可以只转移现金 到另外一家平台 我的股票的买卖记录没有了 我不知道以前股票买的成本是多少 这也就导致了我不清楚什么时候卖出会盈利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在上一期的视频里面 向大家介绍了美国最大的理财平台 加信理财如何开户 很多小伙伴在我的视频教程的帮助下 都已经顺利的开户成功了 开户成功很多小伙伴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我手中基本上都已经有开好的美股圈上账户 也持有了很多资产 比如说股票 ETF或者债券 我现在开了新的圈上账户 我要怎么样才能把这些资产转移到新的平台呢 如果说不熟悉美国金融市场的小伙伴可能会觉得 那我只能把我现在手里持有的股票 全部卖掉 换成现金 然后再转回银行 然后再重新入金到加信理财 重新购买股票 这样的做法不是不可以 但是非常非常不推荐的一种做法 股票买卖会有手续费 资金结算 提取 转移 都会占用时间 一波上涨 说不定就会错过了 美国的券商包括一些理财平台 他们的资产其实是可以互转的 我们可以任意把这家券商的所有资产 或者说部分资产 转移到另外一家券商 在转移的时候 我们可以选择转移全部资产 包括现金股票债券 也可以只转移部分股票 甚至可以只转移现金到另外一家平台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和大家演示一下 券商转移要如何操作 视频主要分为两个部分 首先第一个部分是将大家演示如何在不同的券商之间转移全部资产 或者是转移部分资产 第二个部分是以加信理财为例 向大家演示 转移后资产所需要进行的一些必须的设置 比如说转移了资产之后 我的股票的买卖记录没有了 我不知道以前股票买的成本是多少 这也就导致了我不清楚什么时候卖出会盈利 今天就帮大家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登陆加信理财的管理后台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是开了一个新账户 库存这里是没有任何股票和其他资产的 那么我现在首先去操作转移资产 方法很简单 我们点击上方的账户 然后选择转账与付款 在这个页面点击转移账户 在转移之前大家一定要劝一件事情 如果说我们在之前的券商账户里面 有用保证金来购买过股票 也就是说是向券商借了钱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要把账户转移到加信理财的话 我们必须要确定我们的加信理财 开的也是融资账户 也能够借钱买股票 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顺利的转移成功 我们在这边去输入自己要转移的券商的名称 下面的话有些常见的券商 我直接在这里选择德美利证券 选择完成之后我们去选择一下我们的账户类型 一般我们都是个人账户 然后就输入我们德美利证券的账户号码 选择一下我们要转进来的加信理财的账户 点击继续 这边选择一下我们是要转移整个账户 还是只转移某些资产 如果说选择第一个转移整个账户 那么转移操作之后 我们的德美利证券就没有办法再去登录了 这个账户也就不存在了就消互了 里面所有的股票现金 包括我们借的钱全部都会转移过来 我们的融资利率是变成加信理财的利率 而不是按照德美利的利率来进行计算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只转移部分资产 转移部分资产我们就选择第二个选项 下面可以选择第一个选项是现金 我们是要把所有的现金转过来 还是只转移部分 一部分的话要输入转的金额 或者说我们现金全部都不转过来 这边的话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就可以了 第二个是要输入我们转移的股票 比如说我要转移苹果公司的股票 输入股票代码 我们是全部都要转移过来呢 还是只转移几股过来呢 选好了之后就添加列表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也可以去增加多个 选好之后我们就可以点击继续 然后再去劝一下 转移的账户是不是同名账户 我们选择是 然后再点击继续就可以了 到这个界面勾选一下协议条款 点击确认 到这个界面的话 就说明我们的转移已经正在处理中了 大概是需要五到七个工作日的时间来完成转移 经过我这边的实际测试 我是在周二的时候操作转移 周三的时候我收到了德美里证券的邮件 提示我的账户正在转出 我的德美里证券账户已经没有办法登录了 但是交易客户端新高速我们却可以继续登录 但是无法进行交易 然后在周五的时候 交易客户端也没有办法进行登录了 在下周一开盘的时候 依然没有转移成功 但是等到周一盘后的时间 再加进理财的后台 已经可以看到我的所有资产了 所以整体耗时五个工作日 另外有一点是需要大家在操作转移之前提前操作的 因为我在转移成功之后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自己的德美里证券没有办法登录 我想去下载我的账单还有交易记录 发现都是没有办法去下载的 所以说大家在操作转移券商之前 一定要先去下载好旧账户的账单还有交易记录 这样方便自己去进行查阅 当然这个交易记录的话 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下面的视频我会和大家进行说明 如果说万一我们忘记去下载 没有办法登录账户的话 当然这个也不是没有解决办法的 我们需要打电话给德美里证券的客服 然后客服对我的账户进行了临时解锁 解锁成功之后就可以去顺利的登录 然后去下载账单和交易记录 转户的流程就是这些 非常简单 接下来向大家演示转户完成后 必须进行的一些操作 首先在账户转移成功之后 我发现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在持有股票的列表这里 看不到我们的成本基础 什么是成本基础呢 那就是我们用多少钱的成本来买的这只股票 如果说看不到成本的话 就会造成一个后果 就是不知道我这个股票股价涨了多少 才赚钱才盈利 还不知道我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卖 这是一个非常头痛的问题 那么接下来就和大家演示一下怎么样去解决 其实方法也比较简单的 我们点击账户 点击库存证券 再往下拉就可以在我们的库存证券 这里看到一个成本基础 因为我这边是已经设置过了 如果说新账户刚转移过来的话 成本基础这边都是NA 这个标志说明是没有成本的 然后我们直接在成本基础下面点击这个NA 然后去添加我们的买卖记录 这个时候我们下载下来的交易记录和月账单就有作用了 下面这个地方是有输入框的 我们可以直接输入买卖的日期数量和价格 我这边是已经添加过了的 添加成功之后当天是不会生效的 要到第二个交易日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地方看到我们的成本是多少 包括我们购买的平均价格都是可以去看到的 另外还有个问题就是我在登比利证券的账户 所有有分红的股票 全部都是设置的分红在投资 那么转移过来之后我们还需要去进行这个设置 设置的方法也很简单 我们还是这个界面有个在投资 我们点击这边是或者否 点击更新就可以设置成功了 这样的话如果说这只股票分红的话 我们分红的钱就会自动去购买这只股票 以上就是以加信理财为例 向大家演示的券商账户 如何去转移资产 以及转移成功之后所需要做的一系列基础的设施 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如果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的话 欢迎点赞订阅分享 这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 也会鼓励我做更多的视频 帮助更多的人 另外Tontalk的会员社区正式上线了 首月只需要0.99美元 加入会员就能享受到包括私人咨询 商品折扣等更多的增值服务 欢迎大家加入 那我们下期再见